今天喉嚨不舒服 做麥倫時 喉嚨有感覺反而是做齒倫時 遇到這種情形 應該是集中做喉嚨 還是令我最有感應麥倫的位置 你再講清楚給我聽 你是講別人和你做 還是你自己做 別人幫我做 如果有人幫你做 幫你做一個輪 但你在另一個輪有感覺 是的 其實我不想太多 總之要做就是這樣 我怎樣選擇哪個輪去做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講甚麼 我們是用重撥 或者其他的法器 音叉那種 水晶 靈擺 就逐個輪 由第一輪開始 一個一個這樣做 每一個我們就將它裏面的能量重新搞到正常 選哪個做呢 通常都是一個一個做 如果你有時間 這是一般性的保健 如果你是針對哪裏想改善那個問題的 譬如我的心偽絕 我收不到愛 那我當然做個心論 我經常都表達不到的 我就做個喉論 例如這樣說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集中選出來 在那裏慢地清洗 在那裏慢地做 我就不會理其他身體的感覺 假定 好像你這樣說 做這個輪 但別處有反應 是不是 這個隨時會發生的好事來的 可能它在那裏做事了 你有的感應和療效 是兩件事來的 不用理它 它會痛 會拿住 會發熱 會癢 這些氣感是不需要去解釋為什麼的 總之 做那個人 憑他的感覺就可以了 其實他就跟你做 他都不知道你哪裏的反應如何 除非你之後告訴他 可能那裏已經做了好多事了 其實你有沒有感應裏面的療效 是兩件事來的 不用理你的感應感 除非是有特殊的理由你想去了解 為什麼我做這裏的子宮又痛的呢 可能做那個人就會收到一些靈感 解釋給你聽 不過這個始終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知道 當他做的時候 全身一路在改善的了 清楚了嗎 好 多謝 好 謝謝 當然 是 告訴我